历代之下第二十章 此后摩亚人和亚门人又有迷雾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 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 从海外亚来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 如今他们在哈西逊他马就是隐积的 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 在犹大全地宣告进食 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 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 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 站在耶和华殿的心愿前说 耶和华我们列主的神啊 你不是天上的神吗 你不是万八万国的主宰吗 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 无人能抵挡你 我们的神啊 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 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 他们住在这地 又为你的民建造圣所说 倘若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宅阳或瘟疫饥荒 我们在极难的时候 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 你必垂听而拯救 因为你的民在这殿里 从前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 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 摩亚人和希尔山人 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 不灭绝他们 看啊 他们怎样报复我们 要来驱逐我们处理你的地 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 我们的神啊 你不惩罚他们吗 因为我们无力抵挡着来攻击我们的大军 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 我们的眼目 担扬忘迷 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 妻子 儿女 都站在耶和华面前 那时 耶和华的灵在会中 临到立位人亚撒的后裔 马探亚的玄孙 耶利的征孙 比拿亚的孙子 撒加利亚的儿子 亚哈西 他说 犹大众人 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 你们请听 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 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慌 因为圣败不在乎你们 乃在乎神 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 他们是从喜斯坡上来 你们必在耶鲁伊勒旷野前的谷口 遇见他们 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 这次你们不要争战 要摆阵站着 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 不要恐惧 也不要惊慌 明日 当出去迎敌 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约沙法就面福余地 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俯伏在耶和华面前 叩拜耶和华 各小族和可拉族的立位人都起来 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赤日清早 纵人起来往提戈亚的旷野去 出去的时候 约沙法站着说 有大人 看耶路撒冷的居民啊 要听我说 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吻 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 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 就设立歌唱的人送赞耶和华 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 赞美耶和华说 当称谢耶和华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 耶和华就派国兵击杀 拿来攻击犹大人的 雅门人 摩亚人 和希尔山人 他们就被打败了 因为雅门人和摩亚人 起来击杀 驻西尔山的人 将他们灭尽 灭尽驻西尔山的人之后 他们又彼此 自相击杀 有的人来到旷野的望楼 向那大军观看 见尸横遍地 没有一个逃脱的 约沙法 汉堂的百姓 就来收取敌人的财物 在尸首中建了许多财物 珍宝 他们拨脱下来的 多得不可惜待 因为甚多 只收取了三日 第四日 众人聚集在 比拉加古 在那里称领 在那里称领 耶和华 因此 那地名叫 比拉加古 直到今日 有大人 和耶路撒冷人 都欢欢喜喜地 回耶路撒冷 约沙法 率领他们 因为耶和华 使他们战胜仇敌 就欢喜快乐 他们弹琴 鼓塞 催好 来到耶路撒冷 进了耶和华的殿 列邦诸国 听见耶和华 战败以色列的仇敌 就甚惧怕 这样 约沙法的国 得享太平 因为神 是他 四敬平安 约沙法 做犹大王 登记的时候 年三十五岁 在耶路撒冷 做王二十五年 他母亲 名叫阿苏巴 乃是利西的女儿 约沙法 他效法他父亲 亚撒所行的 不偏左右 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正的事 只是 秋坛还没有废去 百姓也没有 立定心意 归向他们 列主的神 约沙法 其余的事 都写在 哈拿尼的儿子 耶路的书上 也带入 以色列 诸王记上 此后 犹大王 约沙法 与以色列王 亚哈谢交好 亚哈谢 行恶太甚 恶王合伙 造船要往他失去 所以在 以寻加别造船 那时 玛丽莎人 多大瓦的儿子 以利以谢 向约沙法 预言说 因你与亚哈谢 交好 我必破坏 你所造的 后来 那船果然破坏 不能往他失去了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